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各位來賓 大家晚上好 在我要開始換我的PPD之前 實際上我這個題目叫做 我帶著海洋去旅行或是海洋帶著我去旅行 這個我帶著海洋去旅行 這個海洋是名詞 然後另外一個說法就是 海洋帶著我去旅行 而這個海洋就變成了我的主角 我想在這個影片裡面 在我進入我的PPD之前 我在這個影片裡面 我想我還有一個紙本就是說 其實我跟所有華語作家的差異性 第一個是我不是漢人 我不是華人 我用我的母語來去造句 然後用漢字來寫我的每一本書 可是這個過程中 我唯一的一個策略就是 讓自己的身體進入海裡面 讓自己的身體進入所謂的雨林 讓自己的身體去移動 讓自己的身體潜入海裡面 我的雙手還要拿鎖頭 我的雙手還要拿鎖頭 拿鎖頭造船 我的雙手還要拿鎖頭來耕作 同時呢 跟所有的作家相似的一個地方 就是我們現在 我的雙手還要用 拿來把電腦的鍵盤 那麼我們的環境 每一個作家 包括在香港所有的作家 我們都來自於不同的家庭 來自於不同的政治社會環境的不同 所以我們每一個人所創作的一些文學的文本 也有很大的一個差異 對我來說 我很榮幸的能夠運用華語來去創作 那這個過程中對我來說的話 蠻辛苦的 因為說實在我的華語漢字的確是不好 所以只好用身體 來去建立所謂的故事的過程 這個故事呢 才能夠讓我書寫我的文學 這個是今年五月份的一個影片 這是我兒子在船的後面放那個叫GoPro 然後我就只有一個人滑 而且這個GoPro也是我這一生 第一次用GoPro在那個船的後面這樣子拍 原來才可以看到真正的自己滑船的知識 這個我想在座的朋友們 這個一直滑這個船 那個船才會前進 你不滑船 船就不會前進 你不用我後面的那個黑色的魚網 是用來捕飛魚的 那天我網的飛魚差不多快兩百條 可是我後面的GoPro沒電了 所以我就沒有拍到 那麽接下來我就開始講我今天的那個題目 在座的朋友能夠看到這樣子滑船 也許如果某一個觀點來說的話 全世界的作家沒有人是這樣子 還要滑船自己造船 還要自己補飛魚 我想很少的全世界這種作家是非常稀有的 在這邊就是說海洋帶著我去旅行 我帶著海洋去旅行 這就是這個部分實際上 就是我真正開始創作是在 差不多是在我四十多歲以後 那麼四十歲之前我在大學念書的時候 我偶爾在所謂的台灣的某一些報紙的副刊 有一些投稿這樣子 海洋帶著我去旅行 我帶著海洋去旅行 這是我的文學 世界島嶼的作家 南島嶼族的作家 像南坡灣 世界島嶼的作家 這個頭銜是一群化國學者 在台灣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的一群人 他們看了我的文本之後 他們就給我這個名字叫做世界島嶼的作家 那我們在台灣來說的話 他們都叫我是台灣海洋文學家 那所謂的南島嶼族的作家 夏曼南坡灣 這是一個美國學者 在美國教書的一個華人 還有一些外國人 他們給我的一個名字 那麼說有一種孤獨圍繞著我的想像 我稱之為浮動的海洋 我想在這邊我們的飯店 我們這個會場前面 它就是一個海洋 海洋真正它一直在浮動 而浮動它會帶著很多很多的生物 而這些生物呢 因為我們在這邊 在香港這個地方 有太多工程了 所以它海底的地形 幾乎沒有所謂的魚類生物 有一種孤獨圍繞著我的想像 我稱之為浮動的海洋 有一種沉浸圍繞著我的生活 我稱之為水世界裡的無色 原來海洋我們看起來是 就像說我們現在看前面的海洋 是一種黃色的 因為上面在做工程 實際上你進入海裡面的時候 海洋是無色的 生活則是指我自己 書寫海洋也性的脈動 所謂海洋也性的脈動 就是說我們是在開放的海域 海域以後來去過生活 那麼我唯一的方法 就是進入它的水世界 有一種傳說 有一種傳說 导物的男人的故事 是從海裡面誕生的 所謂的导物的男人 這個导物的男人是指 我的島嶼的男人 我們有很多很多的傳說故事 所以這邊的男人是狹義的 是指我民族的這些男人 有一年我父親到了台北 當時我在念大學 同時我也有了小孩 我跟我父親相差四十歲 也就是說我父親是1917年出生的 我是1957年出生的 他有一年來台北 他說孩子回家吧 你待在這個都會裡面 爸爸看你這樣子過生活 我就很疲累 他說回家吧孩子 那個海依然在我們家的部落 那個海依然圍繞著我們 所以他說這是一個古老的傳說 我父親說了這句話之後 我在台北停留了兩年 我一直在焦慮 我回去能夠做什麼 我在台北能夠做什麼 而這個兩年的時間 對我來說是非常非常的痛苦 即便是大學畢業了之後 在台灣工作 我本身在搞民主運動 因此生活非常的困難 回到你出生的海島 讓孫子們也有那個 被海洋親吻的前例 因為這句話 我就開始努力的來去思考 說爸爸跟我講說孩子回家吧 即使回家的路是那麼短的 其實回家的那個島依然存在 可是在我的內心裡面是很遙遠的 成事是遺棄你的信仰的地方 我所謂這邊的一個信仰就是 在台灣 在我的島嶼有很多人 信基督教 天子教 或是真耶穌教會 包括神教會 甚至現在也有所謂的佛教 我這邊所謂的一個信仰的地方 是指我自己民族的泛林信仰 多重信仰 所以這個是我父親說 城市是遺棄你的信仰的地方 也就是說 你這個城市是 讓你會忘記你出生的地方的意思 也是你走向毀昧的開始 當然有太多的全世界的原住民 包括台灣的原住民 他們回到了都市過生活 而這種生活的好壞 都是看在每一個人的努力 有多寡 適應 所謂的都市生活 這完全是因人而異 而對我來說的話 他說 孩子啊 你繼續住在都市裡面 你就是真的是走向毀昧的 那什麼叫做走向毀昧的起點呢 就是說 你越待在都市裡面 越久你回家的那種力量 或者你回家的那種適應 你會越來越脆弱 你待得越久 你對我們自己的島嶼 或是你出生的島嶼 你會產生了一種遺忘感 甚至會唾棄你出生的島嶼 所以說我父親說 這是你自己走向毀昧的起點 我因而開始努力想著說 小孩子台北是我的夢想 為什麼這個時候我父親講了這句話 我開始產生了一些很多很多的一個矛盾 而這個矛盾在台灣來說 在台北市來說 就是說 一個我們當時的身份是三地三包 三地三包在台灣的說法叫做生藩 生藩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地瓜還沒有煮熟 這個生藩的意思就是地瓜還沒有煮熟 也就是說還沒有被漢化很深的民族 在台灣我們稱之為三地三包 也就是所謂的生藩 然後比較漢化的稱之為首藩 也就住在平地的跟漢人生活取締已經差不多的 可是我當時是一個三地三包 所以我開始努力思索說 在這個都會裡面能夠追尋什麼呢 於是原理讓自己墮落的城市 我應該要離開大都會了 去追尋荒謬大海的寧靜 後來這在我的心裡面 一直有一直有這樣子的一個想像 向一尊老人員沉默學習承擔 以及他慈想的孤獨 於是應用達物理語法練習寫漢字 唯一的方法就是讓身體進入海洋 從見生活者的尊嚴神話 人海情人大海浮夢 海洋的散文 海洋的小說 這些都是我當時開始已經見過的小說 這個是我從外海這樣子拍的說 這個是來於島上的人是被斧頭削的礁石 可是我們另外一種說法 它是一粒不搖的一個老人的臉 每一天每一秒每一分每一個季節 它都在承受所謂太陽的吹煉 承受雨水的灌礁 也承受著颱風每一年都在 它永遠一粒不搖在這邊 我自己比以說我是一個老人員 然後這個是在這邊的一個從側面來去拍 這個是我 那麼我還沒有另外一個說 當時我回到蘭茵的時候 這個就是說我剛剛經常泉水的地方 剛剛那個所謂的划船 繞過的那個很急流的地方 就是在這個地方 剛剛那個地方就是這個部分 我說回家其實是回到記憶中的海洋 回到被遺忘的神話的故事 其實在台灣我是唯一的一個海洋民族 那麼也是所謂的還沒有完全被漢化的一個民族 所以我從小海洋中的記憶 有太多太多的神話的故事跟我 什麼叫做神話的故事呢 現在在蘭茵我們每一年的二月份 都還在舉行非遺朝雨季 非遺神話的故事交給了我們 就是說男人吃的魚 女人吃的魚是要去分類的 我們非遺神話的故事 我們把一年 不是說像漢人或是像西方人 一年把一年分成春夏秋冬 我們沒有春夏秋冬這個字眼 我們稱之為 二月到六月我們稱之為 非遺新起就是非遺雨孬的季節 然後六月過後到十月 十月我們稱之為 非遺停止雨孬的季節 也就是大家俗稱的夏天 然後冬天安眠 從十月到第二年的二月 我們稱之為等待非遺的季節 這個是我民族的非常重要的三個季節 所以我所謂的一個神話的故事 有很多很多我們現在在地的知識 還在緣系這個部分 就是說 然而對我來說的話 要進入華語的語言 文字也必須進入華語的語法 可是這個第二句 我們在念小學的時候 因為我們一天到晚都不會去看 所謂的學校的課文 因為漢字對我們來說是要去學習 是非常困難的 我的小說裡面 要把一個漢字撞到腦子裡面 是非常困難的 然而有一天 我在小學四年級 開始建立我的夢的時候 我的夢想的時候 學校的老師出了一個題目 就是說我們在考果文 太陽是從東方上來 可是後面有一個填充題 我們要填充 太陽是下山還是下海 還是下樓還是下雲 當然前幾年香港的朋友跟我講說 在香港太陽是下樓的 因為很多高樓大廈 譬如說你從青衣那邊看的話 如果香港的朋友說 您錯了 我們在香港太陽是下樓的 當然太陽在那邊是下海 可是我的民族呢 我們天天看的那個太陽是下海 可是我在念小學的期間是從 1963年到1970年 這個時候台灣是還在戒嚴期間 所以我們那個小學說 太陽是下山是正確的答案 然而我們的民族 我們的眼睛天天看到的是 太陽是下海 然而這裡面 產生了一個很大很大的一個問題 就是究竟是誰的答案是正確的 我想在座的朋友們 你也可能說 太陽下山也是正確 太陽下海也是正確 太陽下樓也是一個正確的答案 同時呢 在阿里山是太陽下雲 它也是因為下雲海 所以從小學我就一直認為說 這個答案應該是多元的 可是當時我們學校的 漢人的老師 只能讓我們選擇一個答案 叫做太陽下山 因此在我內心裡面 開始抵抗這個觀念 說判人的觀念不一定是正確的 那麼神話的故事 這是我進小學之前的教育 我的身體 我的華語 其實是屬於 我的語法是屬於我的民族的 所以我們在念小學的時候 學校老師叫我們寫作文 譬如說 有了什麼就變了什麼 那我們經常講說 有了海就變成了淡水 在語法上是正確的 可是思維上的邏輯和現實的 自然科學是錯誤的 我們經常換這個錯誤 所以我自己本身 在進入華語學校的時候 這個部分確實是一直困擾著我 即使現在我已經到了這個年級 華語的創作 還在困擾著我 我唯一的方法就是 我的海洋文學是應用漢字書寫的 可是我卻是用打我的語法去造句 這個就是在台灣有一些 在台灣有一些 討厭我的一些文學評論家 厭惡我的一些 比較堅持所謂 中國古典文學漢字美學的一群人 非常厭惡我 他們非常討厭夏曼蘭波蘭 就說他夏曼蘭波蘭是在 結果漢語的語法 所以他的漢字是不標準的 那麼對我來說的話 我的漢字我的華語標不標準 那絕對是不標準 因為我們是不同的民族 然而在我的文學裡面 漢字創造的這些東西 這些文具 我確實發明了 屬於海洋民族的華語的造句 華語的文字的運用 在我的書裡面 有很多很多的作家 不管是大陸內地的作家 還是台灣的作家們 還是馬來西亞香港的作家們 很少會去選擇我的語言 因為這個語言 對很多的漢族的作家是陌生的 譬如說大家經常講星星 天空的星星 大家全世界英文叫做 非常非常的清楚 可是在我的文學裡面 我很少用星星 我是用我民族的語言 叫做天空的眼睛 我一講到天空的眼睛的時候 在我們從小的那個記憶 這一個星星 它是會流動的 會給我們記憶的 如果說我用星星來寫的話 我對這兩個字 是沒有記憶上的感情 所以像這種文字 我通常是用我民族的語言 另外 我跟很多很多的作家也不一樣說 包括說我的仙母 我的仙父 在我的民族的語言 我用的文字是 我靈魂先前的肉體 就是我的媽媽 或是我的父親 因為這個關係 有很多很多這種關係 變成了很多我的讀者 從開始一開始 就覺得非常的陌生 同時也討厭我用這個文字 可是這幾年 因為我拜這個臉書的方便 他們就開始進入了 我的這種語法 所以我用這個說 我靈魂先前的肉體 我斥止我的仙父 或者是我的仙母 我用仙母對我來說 我沒有感覺 可是我用我靈魂先前的肉體說 我父母親從小養育我的影像 他們教育我的那種身體的語言 完全就會進入到我的思維的裡面 這個就是我講的說 我的法語 我的法語的語法造極 我用道 雖用漢詞 可是我的語法 我的語言是達悟的語言 那麼這個在1992年 八雷灣的神話出版的時候 我確實是用達悟的語言 作為主流的文字 漢詞是輔助的文句 進入海洋的水世界 唯一的方法就是 依賴自己的身體去感覺 海水是流動的世界 他的喜怒哀樂的脾氣 我的海洋文學 從徒手牽水開始 真的是這樣子 然後這個部分 我確實是有很大很大的一個感受 好 那我先去一些 那個朋友是不是 我先放個影片看看 那個是 對我本身來講 我自己身為一個原種的作家 我自己身為生活在 所謂的傳統的一個 生活的經驗 現代的一個 其追求 不管是一種 這個是我靠我自己考大學 我靠我自己考研究所 我能唸的是清大人類學研究所 另外一種生活模式的時候 這個就是我回家開始打語 我還有這樣的一個機會 我還有這樣的一個歷史的規矩 和地理的空間 所以說我自己認為 我是一個文學的創作者 那我更要詮釋 我的文學的天原工作 是從一個真實的生活 去建構真實的文學 而這個真實的文學 以企圖去建構這個島上的海洋的哲學 那個時候的 我可以前一口氣是按30公尺 現在我一口氣只能前到6公尺而已 所以我的雙手還是要拿斧頭來去伐木造船 像這樣的木頭 就剛剛在座的朋友所看到的 建議的一艘船 都是從山裡面扛回來的 木板 這棵樹叫吉布 是吉布 它的中文學名 大家都叫做麵包樹 這些傳統的勞動工作 我們現在可以說是文學的創作 的一個背景 對我來講 已經脫離了原來的傳統的工作 那麼長的一段時間 這次我來香港製作這個PPT 在座的朋友我真的非常的認真 我希望能夠給香港的讀者 另外一個想像 所以在座的朋友 我很高興 在座的朋友們能夠來聽我的演講 並不是用十個人 一百個人 三百個人來去談這個事情 你們在座的朋友給我很大的一個榮幸 我可能坐在座裡這樣的冥想 想像著 看著自己的族人在勞動的時候 只是去觀察而已 或是只是去參與 跟他們聊天 而實際上 你都沒有辦法去做 更進一步的工作 實踐的時候 對我的文學的創作 我自己本身 我所要追求的一些 我認為的真理 可能就是 沒有辦法達到我自己本身 所要求這樣的一個標準 能夠實踐傳統的生產生計 這個是我要追求的目標 今天砍這一棵樹 實際上是很累 可是你 傳統上來講 你要做一個 砍二十一棵樹 他的偏要燈 我予到 我的爸爸 他們有說過淚嗎 其實他們說的淚 只是短暫的淚 他們這個淚的背後 真的是在 這間的大陣地 這裏面有我們的自然生態的信仰 這些部分都是我小說創作的一些資料 甚至來自於父母親我父子被全島孤禄 每一個老人的眼神所表達的一些事情 它不代表什麼 我只是希望說 在更具有人性的創作的時候 在這個社會裡面已經都非常勸勸去思考 人勞動所培育出來的人性 這是我太太 我們的說法是我孩子們的媽媽 當時我的太太 我孩子們的母親的歌聲很好聽 現在我的女兒她們的聲音她們慢慢好聽了 就回到部落之後的那幾年就開始合影 所謂自己島上的可塑的歷史 那麼在這個過程中裡面我發現自己島上的主人 有些老一輩的他們在迅速生產的過程中 尤其是一個男人滑著船在海上碰到暴風雨 甚至在海上被一陣旋風撕裂的那個內心恐怖的時候 在面臨到生命是那麼微小 尤其是在大海裡面的時候 他們肢體語言絕對很困難的可以用文字完全去表達出來 這個部分我還沒有做到真的非常困難的來去描述 我們在海上碰到的一個暴風雨 我發現自己部落的世界裡面 它涵蓋了海洋的被描述 當時這樣子我還是在這個地方潛水以後 在我民主的共同的經驗裡 然後我們自己製作自己的魚腔 然後我們自己製作自己的魚腔 跟我們自己製作自己的魚腔 和魚腔喬水到二三十公尺 後來我自稱是一個 非常孤獨的海底的芭蕾舞者 當時年輕的時候 我一口氣可以憋氣到三分多鐘 一口氣可以潛到二三十公尺 都是一個人 就是剛剛我在有時候 今天那個書面我有畫 那個魚不是在裡面等我了 它是他們會有來有去說 我們要牽很多隻 所以這個魚類跟我是 它不是我的緣緣 它是真實的 這個就是我書裡面所講的 潛水射魚、潛水抓魚 而我媽媽跟我講說 我去潛水抓魚 第一條魚、第二條魚 一定要先抓給太太、給媽媽、給女兒吃的魚 這是我們的邏輯 還好我的能力很好 我都會遵守媽媽的規則 這條魚就在你四周圍 而這些四周圍的魚類 跟人之間的關係 完全是一個支配者 或是被支配者 是一個被追上 然後我回去 這個是我回去的時候 我爸爸為我回家 所做的一艘船 這是給我當男人在海上的禮物 在我的書本裡面 很多這個地方 我就稱為灘頭 你看現在我的滑船 跟看那個我今年剛剛那個 那個滑船的那個樣子完全不同 這個現在 當時那個時候我是非常生疏的 還真的是還在摸索 看看那個先前的那個影片 就呈現了所謂的沉著沉穩 那個海洋跟自己的心靈的脈動 是完全一致的 這是我叔父他去年已經往生了 那這些影片給我的一個記憶 就是說一個民族在這個海上 究竟是生活了多少年 他們的海洋文學已經被他們帶到 他們的死亡的地方 然而我的海洋文學 是不是可以深入的描寫 他們我副祖輩的他們的內訓世界 最近這個島嶼的過去 我想我的實力 可以逐漸能夠 書寫那樣的過程 西邊來還是西邊來 還是把沼水弄到外海還是 很多很多的一些智慧在裡面 那麼只有靠著自己 親身去體驗全水 才有這樣的一個願望 其實海洋對我們來說不是一個危險的 它的海洋是我們每一天每一天都在看它的變化 我們熟悉它的脾氣 我們熟悉它的脾氣 同時我們也知道 它帶給我們許多許多的實物 也是對我來說 所以作為一個海洋文學家 它也給我了很多很多的一些 催戀和鼓勵 甚至給我許多的智慧 海底世界的變化 現在已經逐漸 受海底的生態 已經沒有像以前那種漂亮了 那種人之間的感情 拉回來 拉回來之後 從我們這樣的下海 我發現到這樣的一個民族 它不僅是很可愛的 而且... 這個朋友已經也往生了十年 不用科學任何的儀器 你在大海裡面 所有的危險 完全是靠自己的經驗來累積 就像今天下海這樣打魚 你今天能夠達到那個小魚時候 因為這個攝影師是漢人 我不能把它帶到非常危險的地方 所以只能打比較小的 如果是當地人的話 我們就會在危險的地方抓魚 我們曾經年輕過 我們用年輕的體力 去適應海洋的暗流 海洋的流水 我們用我們的年輕 去學習我們在島上的生存的法則 我們用我們的年輕 去為我們的父母親抓魚 去為我們的孩子抓魚 我們建立了跟海洋之間的親密的關係 那麼這個過程 說在台灣我所有的演講 包括高中生所有的演講 這個部分完全是華人周家 所不能碰觸到的一個核心 在我的民族是一個非常自然的 我們每天晚上每天下午 就這樣子學習跟海洋之間的一些活動 跟海洋之間的一些活動 我們每天晚上每天下午 我們每天晚上每天下午 我們每天晚上 到南消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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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會變得更多 那天晚上 到南消息 所以剛剛朋友們已經看了 我進入海洋水世界 唯一的方法就是 依賴自己的身體 去感覺海水是流動的世界 他的喜怒哀樂 他的脾氣 在我的海洋文學裡面 是从徒手潜水开始的 学习的时间表海浪不是为人类营造平静 也或许是酝酿恐惧 石斑鱼偶尔会遇到的收获 不是我骄傲的来源 是我吃完鲜鱼汤之后 学习沉默和谦卑的其实 这种石斑鱼在我们年轻的时候 十多公斤 二十多公斤 或者是这样大的我们经常抓到 可是要碰到这个时候的石斑鱼 是每天潜水栽才有碰到的 当然这种在餐厅里面来说的话 这个已经是港币应该是一两千块的价值吧 而石斑鱼在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鱼类 这些就是女人吃的鱼 这个叫做白毛 这个是叫做应该鱼 这个我们打鱼都是女人吃的鱼 而这个部分就是每一年每一年 我都知道独自一人潜水 其实是在水世界里 试图遗忘现代化所带来的困扰 抓女人吃的鱼就是敬爱嘉丽的女性 我的文学也从这儿开启了我的文学路 这个文学路花了很长的一个时间 那么在台湾这个鱼叫做海鸡母 在台湾在南鱼它也是最贵的鱼 在台湾这个部分非常贵 那么这个也是女人鱼 这个也是女人鱼 这个是男人吃的鱼 那这个是急流处 我经常就是在这边去潜水抓鱼 这些鱼真的是那么容易猎取的吗 那当然不可能 鱼在海里面会游泳 它不可能说为了某一个人潜水 它就给你打 不可能的 鱼它们都会游走 那么这些鱼呢 我完全靠我的经验靠我的体能 不是容易的 浪花急流就在我的身边 我在学习是了解浪的脾气 我的民族有鱼类的文学 于是用身体进入海洋 然后翻译成华语汉词 所以像我这样子的 其实在台湾我已经开始表白 就是说我这样子的一个作家 在台湾所有的华人的作家 确实是我们对文学创作的出发点 是不太一样的 在台湾的华语的作家 你可以想象 包括现在很多 在今天我们开机会 包括杨泽他们 包括刘克香他们 包括很多朱天欣他们 我们都是不一样的作家 我们出生在不同的一个家庭 我们成长在不同的一个城市 我们接受的父母亲的教育 是完全不一样的 像汉人的教育 完全跟我的教育是不同的 我从小听了所谓海洋的故事 从汉人的作家来说 他们不听海洋故事 也没有海洋的故事 这种在台湾 因为我们的文学而相遇 构成了我们彼此之间 在台湾的文学的多元化 那么对我来说 我也是在学习他们的一些文字 因为他们的文字 绝对是比我好的 一枪双鱼偶尔发生 海洋是人类的冰箱 但这句话在蓝宇来说 它本身是非常本质的 可是我在台湾 绕了好几圈 没吃到所谓的港口或是码头 看到台湾用很多很多的遗传 用底托网 这样子捞 从大木头变成最小木头 现在已经捞不到鱼了 而我还是在用徒手潜水 我等一下会讲到 我出国的一些部分 就是说海洋是人类的冰箱 可是现在海洋是 人类丢垃圾的最终处置场 这是已经是不可否认的 希望我还有一些体力 我还想到南极洲那边看 所谓的垃圾集中的地方 这个是我想要去发展的一个议题 所谓排列的量赛的鱼身 或者是鱼竿 这些都是我们南极岛 达污男人的成绩 它就是一个电视 它就是一部小说 你不用跟别人讲说 我昨天打了多少 不用讲 加里赛的这些 它就是一个media 它就是一个传播 它是我们的生活的美学 也是说故事的媒介 花了六年的时间写一本《人海情深》 《华语文学》里面第一本 《进入海洋文学》的创作 《人海情深》已经变成了台湾文学的经典的著作 台湾的小学的教科书 国中的教科书 高中的教科书 有许多的一篇一篇的文章 是从我这一本书《人海情深》里面揭露出来的 也就是说在我个人在台湾念书的时候 是没有海洋文学的 结果我大学毕业或念了研究所之后 台湾才有真正的一些海洋的文学 而我在难以念的海洋文学只有说 天怎么会 风这么大 爸爸补鱼去 为什么还不回来 只有这样 把所谓的海洋污名化了 恐惧化了 开始在我的海洋文学里面 它是变成我是我们的生活的一部分 《人海情深》已经翻译成日文韩语 《大陆简体词》以韩文的译者 这个是今年上个月的在韩文 这个已经变成了台湾的文学的经典著作 那么它这个是另外一个新的版本 这个是经典版的所谓的《人海情深》在台湾 已经发行了十多年 已经它算是台湾非常有名的一本书吧 回到另外一个角度 这是我部落的一个摊头 我们称之为坎口 这是我们部落里面所有人 我们自己坐的一个船 这种船它不单单是一种美学的作品 同时它也是每一个男人 必须经过的一个过程 大乌男人一生必须要坐一艘船 作为一个跟海洋交换礼物的一种信仰 那我自己本身已经坐了 这种船已经坐了五艘 所以我这种坐了五艘 我还要写书 还要坐这种船 实际上这是我个人生命在追求的部分 就是说这是我部落的这个摊头 排列男人建造的拼盘船 也是艺术品 也是导物男人的海洋小说 非语的造语系是这个 世界上只有我的民族有这个仪式 我说岛屿造句用花语来写汉子书写 虽然说我们每一年都还在做这个仪式 你做这个仪式了之后 我们的船才能够出海吊鬼头岛屿补飞椅 所谓的仪式就是我们去见过 这个民族跟海洋之间的一种叫做秩序 我们没有这个秩序 没有这个顺序 没有这个信仰的仪式 我们不能去猎捕非语 到现在我们还在遵守 我们所谓的非语神话的一个故事 那在全世界来说的话 我们这个仪式是非常稀有的 即使是我到南太平洋 所有的岛屿民族 已经遗忘了他们曾经有了神话的故事 那么所有的男人我们都在看海 看海是学习一种宁静 学习一种思考 海的变化 那人们静静的观海 内心里却是翻脚从小在这个滩头成长的记忆 也是思索着海洋日日变换的情绪 我坐在自知的船上静静的坐着 去坐出海略以之前的 近海的仪式 敬畏海洋的仪式 我出海才能够安心 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信仰 不管你是一个天主教的基督教的佛教徒 还是穆斯林 我们都有自己的信仰 而这种仪式的信仰 全世界的人类有多少个民族就有多少个信仰 我们去坐出海去猎游或是上山去打猎 我们心里面才会有一种安心 这种安心是一种多元的解释 而每一年我也都在做这样的一个仪式 这个营帽是我 我的蓝宇的每一家几乎都有这种营帽 这个是在三四百年前 我们跟菲律宾做教育的城 我们自己的岛上 自己做这样的一个营帽 非常特殊的一种器皿 早上我们就是这样子做 这是我们的传统风俗 在清晨出来列宇 海洋文学的散文 小说都是从这边作为创作的背景 入海浪的记忆 《老海人》是小说集 《天空的眼睛》是长篇小说 这或许是我与汉族作家的差异吧 因为汉族作家不会从这边出发 他也不会从这边开始思考 我在海上划着自己建造的拼帽船 我趁着海洋带我去旅行 《鬼头刀鱼》是我从海里面带回陆地的礼物 我们是海浪的玩偶 我们是海浪的玩偶 这也是我跟其他华人作家不一样的生活的方式 毕竟我不是汉族 也自称是翻译海洋群绪的男人 这是这样的错 在我们钓的鬼头刀 自己回回来 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的仪式 而这种过程都变成了我的小说赏文的文本 这些鬼头刀鱼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这是浪人撑 浪人晚上掉的鱼 在于日常鬼头刀鱼 浪人撑不是很值钱的 这个意义是 你们认为值钱的东西 在我们的价值观 是认为是不值钱的 值钱的是 我们的食物是从海里面 自己不获回来的 这就是我的海洋的文学 这个是我从菲律宾到兰宇 我们自己无动力的船船 然后再从兰宇到台东的立岛 到台湾 就是用这个船 而这个船我们在海上很冒险 说起来很像是很浪漫 其实是非常危险 我是这样子去旅行 用这样的一个去旅行 从印尼的苏拉维系岛 北边到新几内亚 从菲律宾到兰宇 从兰宇到台湾 这些旅行写作的人 这些 这个原来是我写错 这些故事我旅行 我变成了我的作品叫做大海浮梦 这个大海浮梦在台湾 现在2014年出版的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本著作 我是这样的去旅行 但我不好意思地说我是一个航海冒险家 因为怕你们说我是一个骄傲的人 我是低调地说完完而已了 这是我的海洋文学写出来之前经历的过程 而非想象编造出来的 这个是我在印尼还在新几内亚的时候 我们用这艘船 用这艘船河海 这个就是刚刚那时候是从菲律宾到兰宇 从兰宇到台东 是用这个船 那我的太太看到我用这个船说 我太太说神经病 你敢坐这个船到台东 可是我就坐这个船到台东 而我的海洋文学也从我太太说 你是神经病写书又赚不了钱 那么我也是开始从神经病开始学海洋的故事 而这个部分我在海上漂流了一个月 也是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所以我的海洋文学有太多的是 一种身体的实际的经验来去建构的 我在菲律宾李宋岛的最北部的一个渔村 最北部的这个渔村 专门抓香港的 专门抓台湾的渔船 就是在这个地方 我在菲律宾李宋岛东北角的一港 这个是在 这个是在明达那尔的三宝园市 这些人 其实我没有放那个枪 这些人一直跟着我在旅行的时候 他们的部下都在后面拿着冲锋枪 一直跟着我 我以为他们以为我是走私的人 那么这些都是海洋带我去旅行 海上基布塞民族叫做巴雅族 这个是在李宋岛的 那个明达那尔的南边 然后加利曼丹的东边 或是很多那个 在那个菲律宾旁边的巴拉文的南边 这些民族都是一个巴雅族 我去跟他们说说话 我们的话还是会通 这些是印尼人 这些是印尼人 这个是新几内亚的人 我们的话海会通 都是印尼国籍的 我们都在海上相遇 这些故事都放在所谓的大海浮梦 那我们说加利曼丹东部的海域 穿越摩洛加海峡 我这样子我们在开船 我们在这样子过程中 在海上漂流了一个月 这就是我们的船 用这艘船和一千亿海里 我十岁的梦 我五十岁实现这个梦 我真的完全不知道 可是就用这艘船实现了我的梦 这些是我飞到南太平 库克群岛国的一个 Raratonga岛 去寻找台湾的掩洋船 大陆的移工 这些小孩子当时是 跟我儿子一样的年纪 十七岁 他们从四川到哥伦比亚 到巴拿马 再从巴拿马坐这个船 到南太平了 库克群岛国 库克国 它是在大溪地的旁边 大溪地的旁边 这些小孩子 他们在四川 他们是相处看不到海 可是贫穷 把他们推向海上 其实我跟他们 在那个岛上 半个月 我看他们 我真的会流眼泪 这些小孩子 因为贫穷 从四川 成都坐火车 到广东的白云机场 从白云机场 坐到大马士革 坐飞机 他们几个人 都不会讲英文 他们那里寻包包 就是垃圾袋的 黑色的垃圾袋 又从大马士革 飞到巴那马 这一群人 他们飞了两天 才到那边 两天就坐上这个船 一坐上这个船 坐上这个船 他们以为 海浪像鱼泳池那样的平静 然而他们一坐上船 雄岛海浪 让他们在船上 吐了一个月 吐了一个月 你不得不吃 你吃了之后 你就会吐 他们再吃再吐 他们所有的小孩子 所有的小孩子 一个月之后才不会吐 只有我旁边的这个小孩子 在海上上个月还在吐 所以贫穷 让他们在海上 学习怎么生存 这个就是我大海里面的 一些小的故事 当他们要离开的时候 当他们要离开的时候 say hello 其实我跟他们 非清非故的 然而因为海洋的关系 我们建立了很好的情感 我看着他们的时候 我一面流眼泪 一面祝福他们 在海上当个男人 不能够被海洋欺负 可是谁知道他们是不是又被台湾的船公司欺负呢 我在苏法总统府的所谓 我在飞济的台湾的船 大陆的渔工的渔获 我这样子 这个就是我所称的海洋带我去 已经跑了很多很多地方 当时飞济 非常非常危险 都在抢华人 在飞济这个城市 在苏法这个城市 所有的大陆过去的做生意的人 所有的台湾的人在那边有房子 没有一个人没有被抢 看看当时的那个飞济的社会状况 他们的治安是非常非常的不好 这个就是他们大陆的船公所抓在海上 发了两年或是半个月 他们回来台湾 这些大陆的移工都是舟山群岛的 都是浙江舟山群岛的 我航海到关岛的航海家 这个是前几年 这些人都是航海家 干嘛那么通过一直跑海上呢 这个就是我一直持生师 自己用身体让海洋带着我的身体去的心 所以我自称是台湾的海洋文学家 我是世界岛屿的作家 回到来岛屿的飞济 造一级夜航火去列宇 我的民族海洋的仪式海洋文学 从我古老的祖先就已经开始了 所以不是我去创造海洋文学 是我的祖先早就已经创造了 海鸥追逐着飞鱼 这里前面有一个飞鱼 这个是有浪的说 飞鱼因而逃窜 刻画出它往的路径 我是这些生态事件的见证人 我因而写海洋的故事 你今天出海 你不可能看到这种 你不可能拍到 是在海上花了很长的一个时间 才有这样的一个照片 那我之前是蛮幸运的 那么这些就是我的书 我只有这些书被翻译成英文 2005年联合法文学大奖101万 这两本书被提名10万 到后来跟另外一个朋友 我们在他们两次平手 后来我一个评审朋友跑掉了 把他的那个票投给另外一个汉人 那个是台湾的一个作家 可是那个作家 他的身价是五六十亿的商人 可是我连五万块的存款都没有 然而这里面叫做有种族主义的评审 今年安若明恩之时 又被第四届 又被提名联合法文学大奖101万 我又输了 我又没有拿到101万 这里面又是相似的问题 不管怎么样 他就是我的海洋文学 这个是转折的人生里头 挂了许多许多的弯路 细数着生活者的心声 我不需要抱怨也拒绝掌声 失败似乎是贴在我的胸膛 那是百分之九十的败证成绩 因为这样才感受到失败的真理 原来就是任性 在原著名文学 或是在海洋文学的漫漫长路 是一直没有终点的歌声 这是夏曼·兰波安 我突然放这个 这个是前年的照片 不是今年的照片 潜入海底的水世界 是我希望找到宁静 潜入猎雨 潜水猎雨是希望 希望理解雨类的文学 上山伐木造船是因为 我是海洋民族 滑船补飞翼是因为 我希望能够感受到海洋的心跳 我个人想说的话 海洋带我去旅行 于是希望把海洋 变成一本本小说赏文 剧本以及纪录片 唯一打雾于造句 翻译成华语汉字 谢谢香港的朋友们 谢谢香港贸易局 还有很长 还有很多的一个时间 因为里面很多很多的故事 我不像拉扎 我想在座的朋友们 你们可以看得懂 我的认真 所以非常感谢 这次香港贸易局 邀请我来这边 也谢谢在座的朋友们 我们还有很长的时间 请你们随便乱问 我就可以很认真的回答 你不随便乱问我 我就很难回答 包括我们的可爱的工作人员 相信在座各位 都从演讲嘉宾身上 会议良多 如果你们现在有任何问题 想向嘉宾发问的话 欢迎提问 在场的工作人员 会把麦克风给你 谢谢你的演讲 我在这边 我其实想问的这个 我想可能你在很多场合 是不是都回答过类似 但还是很好奇 就是因为其实从观众的角度 或者非这个文化的人的角度 总是会对这种文化 有一种很好奇的一种想象 那作为您本人来说 在传播这些文化的过程当中 您自己对于这种 外来的关注有怎么样的一个认识 你觉得它能多大程度上的去 推动这个事情的进行 还有您在早期 我看这上面讲到是32岁的时候 选择回家 那个时候肯定也经历了一些心理上的冲突吧 包括您现在遇到了自己的下一代 他们怎么去继承传承 而且这些东西可能 其实在香港的一些渔村当中也是存在的 就是老一代的人 他们的一些对这个土地和海洋的情感 怎么样能够让年轻人接受 或者现在的人的一些想法 怎么去融合到传统当中 想听一下您的看法 谢谢 我先从你的第二个题目 先回答你的问题了 32岁 我16岁到台湾了 因为原来我这样子讲 因为我今天有资本 我10岁我就已经决定 就是说我要靠自己考高中考大学 可是在1976年的时候 我念高中大学高中三年的成绩 突然符合 就是所谓的那个生番的原住民族符合 可以保送当时台北的国立师范大学 这个大学 你进去这个大学 吃住免费 你还有每一个月都还有所谓的零用钱 然后你一毕业就回去当老师 可是我拒绝念这个学校 我拒绝念这个学校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我全部要用所谓的大中 当时我们都是在念大中国主义的历史 就是中国大陆的历史 中国大陆的地理 当时不念台湾的地理 我为什么要去拿所谓的中国汉族的 所有所有的东西去 奴化我的民族 或者现在的那个说法 寻化 我做不来 我无法当这种老师 可是 我拒绝念补习班之后 拒绝师大之后 我花了四年的时间在台湾做苦工 非常非常的辛苦 然后才考上大学 考上大学 我念的是淡江的所谓的法国语文学系 因为这个学校 它是私立学校 是当时在台湾是 它是一个自有风 我们不一定每天都会点名 没有 所以我只要是在 在这个比较自由学派的学校念书 我就有时间去翘课 翘课干什么 到台北任何盖房子 当时台北正在盖很多很多的房子 用我的劳力 我现在肩膀这边 两个肩膀这边 我都不用垫东西 我扛一百公斤 一百二十公斤 都不会痛 就是当时受 因为我自己要打工 要养自己 所以在念淡江 在补习班 我自己训练了自己八年的时间 去适应台北的生活 然后我有小孩 我念大学期间 我们接受了很多的所谓的一些 当时在台湾 成为左派的社会主义者 我们有一群人在 后来我们就开始做街头运动 我是台湾原住民 我们第一代做街头运动 后来我父亲说 还是回家吧 都会是你堕落的起点 回家吧 家里的海还在那边 可是要回家 非常非常的痛苦 非常痛苦 这个痛苦呢 算是我现在正在写这个桥段 我现在今年正在写 这个部分的一个桥桥段 原来一个民族 一个弱势的民族 一个岛屿的民族 回到一个都会的生活 那种价值观完全是不一样的 完全是不一样的 那种包括我自己说话的 其实都在台北市都会构成说 您是不是边疆民主 您是不是山天 那种当时的所谓的 在台北市在台湾 我们受到歧视 很多很多 所以我刚刚说我不能被击倒 我不念这个师范大学 可是我不能被击倒 所以我开始再思考我自己的问题 当然第一个问题 说实在 我们从事文学创作的人 我们自己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 文学的一个爱好 我写这样的 我刚刚说我现在写了九本小说 其实我在台湾的原住民是 买我的书是最多的 在原住民的作家里面 还有一些汉族作家 他们的作品不见得 能够卖得比我多 或者是他们如何如何的 最主要就是说 我去认真的去创作 我不去模仿 也不去 全部都没有 都完全靠自己 一直很认真的在做 去吹销 背后里面 我很多很多 这是背后里面 再去鲜扬 还不是那么恐惧的 还不是让人恐惧的 我再去鲜扬 我的民族 确实在我的岛上 比我会抓一个人太多了 比我更爱海洋的太多太多 我们都在那边 我这个年纪 我现在是六十岁了 我们都有一种莫名其妙 对海洋的迷恋 然而您说是我们下一代 下一代他 我们现在很多的下一代 他可能小学在南语念 在我的岛语念 国中在我的岛语念 有时候就到台北 我的小孩子是国中高中大学 是在台北 有了很多的南语的 他们在台湾过生活 小孩子从幼稚圆 就一直在台湾 那要回到像我这样的一个情境 那个是非常困难的 我说非常困难 因此在这里面 我们可以发现得到 就是说 这一群下一代的人 会不会对这个岛语的爱 会不会像我们这一代 这么样的一个迷恋呢 那当然就很困难了 同样的 我这个世代 跟我副主辈 那个世代来比 他们对海洋的信仰 我们这个世代 到达不了 他们尊重海洋生态 尊重那个热带雨林 我们到达不了 他们那个程度 他们不会去破坏 很多很多东西 我们现在还在坚持 男人吃的与女人吃的 这里面太多太多的生活哲学 和生态伦理了 现在我们到香港的 任何的雨市场 你们就说 这个也好吃 对我们来说的话 我会全部看得懂 也就是说 不管是在香港 或者在台北高雄基隆 你看 所有好吃的 所有的好吃的定义 全部都是在那个鱼的肉 或是怎么样怎么样 或是厂商 鱼商所建立的 那个它的价值的高 就是好的鱼 我们男鱼的民族 我们去看这条鱼是好的鱼 我们是有典故的 好的鱼是给女人吃 坏的鱼给男人吃 男人是为女人 在海洋是为女性服务 所以那个价值宽 完全不一样 那么回到这位朋友的时候 那我下一代 在下一代 他们会分得清楚 男人吃的鱼 女人吃的鱼 所建立的社会的伦理吗 没有了 我们从鱼类的这个 所男人吃的鱼 我们是相互尊重的 这里面都有一个 社会的比较 比较潜在的 我们的 亲属严禁的关系 所以说 你说下一代会到这 那绝对是不一样的 也就是说像现在的 香港的人 跟当初的 所谓的60年前的香港的人 他们更爱香港 现在的下一代的人 不一定爱香港 到底是有类似相似的 他是这样子的 所以说其实你的问题 真的是经常被问 经常被问 所以我只好拿这些影片 拿这些所谓的 做一个PPT来去建立 我的文字是从这边过来的 谢谢 我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你们 就是原住民他们现在 对孩子的教育是怎么 他们愿意离开那个岛屿 去其他地方吗 我个人来说的话 其实我大学毕业之后 32岁我就带了我孩子 汉胎回南语了 可是很遗憾的是 我三个小孩 从小学一年级到六年级 我从来没有陪过我的小孩念书 因为我的时间全部都是在海里 我太太也从来没有陪我小孩子念书 因为她开始 我们遗忘了我们的语言 所以我们花很多的时间 去跟街坊邻近父母亲聊天 把那个失落的语言找回来 反而就是说我们对于小孩子的教育 在所谓的现代性的教育 我们是舒服了 这是我家庭 在兰语 很多人会问说 即使你想把你的孩子拿到台湾 给他们读高中或是大学 大家都有希望说我们的下一代能够变好 问题是 你的收入从哪里来啊 有的人是现在很多人是开民宿 有的人像我这个年纪 我们的小孩子都已经二三十岁了 他们要想去台湾念书 我还可以把我的小孩子念到大学 都没有 跟我同年纪 他们连高中都没有钱 给他们到台湾念书 我很多很多像我这个年纪都在来语 不是不重视孩子的教育 而是说第一个条件 我们这个世代的很多很多像我这样 我六十几岁五十几岁 我们到台湾过 我们很难适应台湾的生活 我是有几个同学是适应台湾的生活 我一直到他们现在退休了 可是他们在台湾养的小孩子 对台湾没有认同 对兰语没有认同 真的是这样 那么在兰语 他们会认同他们居住的地方 可是我的同学们 或是他们现在五十几岁的 他们就在台湾过生活 他们的身份是兰语原住民族 是没有错 他们只有认同居住的地方是 他是台北市长大的 他没办法认同兰语 因为他没有记忆 他们有情感 这些孩子们现在有十多岁 二十几岁的 三十几岁 他看到还会怕 不像我们这样子 所以说这些教育 简单的解释 全世界所有的 我们讲就叫弱势民族好了 移民到美国 移民到加拿大 你移民到英国 我们要接受很多很多 复杂的多元化的事情 在台北 很多原住民 您在英国很多 那个加拿大 我朋友们 他们移民到加拿大 他们要面对一些黑人 面对穆斯林的 所以他们的小孩子 真的很 一直绷着 一直绷着 再来 在台北的小孩子 也是这样子 所以简单的话 原来所谓的 我们移民 或是被移民过来 我们在面对这个教育 这个语言 确实是 不是那么容易 回答你的问题 真的不容易 太复杂了 而且是我们在面对 更多的一些 多元的事情 说已经没有标准答案 最好的说法是 就是自己鼓励自己吧 回到另外一个 现在台湾的小孩子的 小学五年级的学生 都要去看我的 小小的一个影片 这个影片就是 鼓励台湾的小孩子 不要被击倒 好好的去 为台湾的未来设想 就是为台湾 就是多阅读吧 不要扫完 那个所谓的电动的玩具 所以这个部分 我还只能为你回答 到这个程度了 还有十分钟 其实在座的朋友们 还请你们多多的提问问题 让那个时间 彼此交流 你好 听了你的故事 很敬佩你的 呵护的生活 我有 很小的问题 就是 你说那个鱼分开 鱼的吃的 还男的吃的 但是我们在香港 都是 一家人的 都是一吃吃的 所以没有分 男吃的 还是女吃的 我很想知道 女吃的是什么的鱼 因为我们在这里 尝试了 都没有这样分别的 这个就是不同民主 我们有不同的 所谓的鱼类生态的 一些价值观的不一样 不过 这位大家 都不晓得 我们都不晓得 我可以直接讲 从我们的民主的角度来说的话 我们给女性的 吃的也都是漂亮的 都是美丽的 从现在的鱼市场 你去吃鲜美的漂亮的 才会很多很多的 长得很漂亮的鱼 我想你经过 你很多次去鱼市场 买这些鱼 保证给你所谓 你所选的鱼 在我的民族 都是女人吃的鱼 因为我知道 你的长相 都会选漂亮的鱼 那些漂亮的鱼身 都是给女人吃的鱼 黑黑丑丑的 内脏经常臭丑的 都是给男人吃的鱼 我们还有一些鱼 是给孕虎吃的鱼 女性在怀孕的时候 他们只能吃这些鱼类 因为要保护 所谓的体内的婴儿 这个就是我的 我的民族 不是说来区分 男人吃的鱼 女人吃的鱼 而我们的核心是 把最好的鱼 是给女人吃 所以那个分类 请大家要了解 那个分类不是什么 这是我们的文化 那个结论就是说 把最好的鱼 是给你心吃的 是这个东西 不是说大家一起吃这样的 所以那个核心的东西 是最好的鱼 是给女人 或者是给阿嬷 给太太 给女儿吃的 也是这个意义 Bab ا Antwort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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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